接下来这位主角则是用一双巧手勾勒出自己的幸福蓝图 而且他的画作章相当不一样 是用透明的果冻当作画布 用针头当作画笔 打入颜料之后 这立体鲜明的花样栩栩如生 这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果冻雕花 在台湾则是出自他之手 这越南新著名文彩殿 他靠着精湛的手艺 在2019年拿下了韩国料理职人竞赛的果雕组冠军 而且还后来不仅自己走入校园 把全身的记忆都传承给学生 而且还乐于做工艺 把技术免费分享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让人生的花朵都能精彩绽放 戏上围裙赶忙将所有工具材料布置到位 来自越南的果雕老师文彩燕 与得力助手他的丈夫吴文静 准备花开顺时要惊艳全场 我们各位同学还没开始之前 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概念 你力道卡卡就大 你力道少卡就少 有没有 然后不要在上面有雨 它会结冻 要想好在下针 然后拉高一点 外面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嘛 所以我们就不打开多层 我就拉开一点点让它赶快 就是好像那个开花开得很大多的那 这起自于西班牙的果冻雕花 将透明的勾体当作画布 以砖头作为画笔 将天然色料打入其中 勾勒出立体鲜明的图样 我老师有讲过好几次 一定要中心点出来 但是你看你每一次都从外面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从中心点 那个花才够立体 这样来你们看 要像它小小一点一点 你看 它就打得很漂亮有没有 而且长度刚刚好一公分 我都说 你们记得那个花蕊下去 中心点力道控制好 少力就少力 大力就会大颗 就变磕头了 或者变满天心 还有层次感不要连在一起 要懂得多少的距离 我都会每次都重复提醒一下 文采燕每次都像这样 穿梭在同学之间仔细提点 因为在下手之前 得先在心中描绘山水 半点都犹豫不得 才能让周燕的舞单 铭结在最美的瞬间 我们也是希望孩子直接动手去做 你看得那么漂亮的果冻 那果冻就是一个果冻 它还有可以有艺术美感的东西呈现在里面 所以这堂课除了让孩子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食材的处理以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孩子们的美感教育 而文采燕受到学校邀请来当讲师 透过这样的课程让同学们体悟艺术的美与手作的温度 我会到学校待这堂课 主要是想给孩子学会坚持耐心跟精心 因为现在的孩子都玩手机 他们变成专注力不集中 这个会带给专注力集中 因为当你不集中是不是会NG 得要有高度的专注力才能完美做出一颗果雕 能让孩子在这当中思考立体逻辑 还能磨练星星 我让他通过果冬的思考 当你做的时候有果你很急心 那个果冬就可能打得不好 所以我就从中给他机会教育说 来这个就看出你的个性 这个是我们已经调好的抹茶 就是抹茶你调的时候要加一点水 这个我们是调色黄色 来调好了同学把泡泡捞起来 好来我们泡泡捞起来是等一下打花才漂亮 不然气泡太多 选用高级抹茶粉 枝子花火龙锅等天然食材调配饮料 那现在这个呢我们用的是天然色素 里面我们是用一针一针的打进去 对 然后像我们绿色就是抹茶嘛 粉红色就是火龙果 红火龙果汁 黄色是枝子 蓝色的话是铁豆花 接着只见文采燕摒弃凝绳 切除心中所有杂念才开始动作 就在这手起手落之间 已经依稀能看见文采燕心中对于美好的想象 像我现在也是随性的 除了柯枝花才会要提前先思考 因为柯枝花它 因为你要知道花花跟在果冬里面是不一样 因为它倒过来的 尤其是很好笑你雕枝 如果你不注意 那个枝出来就反了 所以雕枝是很难的 为什么要反过来写枝的 而这深厚的功夫底子 由兴趣层层堆叠而来 让文采燕一玩就玩了数十年 2019年参加韩国国际技人人料理竞赛 还抱回金牌夺得果雕组第一名 成为台湾第一个 在国际厨艺竞赛夺冠的新著名 我才跟同学说 学这个是一种禅定 但是它是动态的禅修 不是像人家觉得修禅得很无聊 它是一个很疗愈的一种禅修 为什么 它修心养性 你看连半夜这么累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所以像如果有一些 尊重力不集中的小孩 他愿意学这个也不错 文采燕甚至还雕出禅艺来 借此忘却生活烦恼找到人生方向 让他得以潜心尽气 勇敢坚强地面对儿子的病 2006年好像 孩子那个一岁多 发现有肿瘤 那时候开刀 讲到这个 就是说 那时候 我儿子住在江基 二十几天 我们两母子相依为命 那时候他的肿瘤才一岁多 就九公分大 而且在干的旁边 加上先生吴文静 要工作赚钱 孩子的照护问题 只能靠文采燕 独成大局 因为我先生一个人上班 我们还是要拿家用给婆婆 还有孩子生病了 幸好台湾还有健保 如果你在越南就可能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医药费 所以那时候孩子的生病 我就想起来说 我要创业 因为未来我的孩子 要不要用到智费 我不知道 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儿子 为了保护孩子 文采燕就此 重新捡起了手艺 尝试用果雕创业 从宋街坊邻居市值开始 吃出了好口碑 也吃出了信心 因为想到底那时候 我们刚来新出名的 知信不多嘛 十几年前 我又没出门 没人脉 没朋友 唯一就是出门 所以我孩子生日的 那一个月 我就做了一些果冻 给邻居吃 他们就是给我一句肯定 哦 很好吃 能够出来买 天哪有一句话 我勇气就来啊 激发文采燕对于儿子 饱含联习爱意的生命之花 现在更想尽一己之力 能够回馈社会 一个个仔细查看 手指的力道角度 有没有准确 文采燕旺开大门 提供面费的技术指导 给有需要的人 其实在长大过程中 我们所遇到的 没关系 我们会慢慢说 嗯 所遇到的人都不是这么好 虽然就是说一番 然后又做另外一番 说着说着 就不禁红了眼眶 因为助手图张仪 跟着文采燕学技术 吸得一技之成 得意养活自己 还有余力帮助别人 我就一直在想说 真的真的不用吗 真的不用钱 因为这种很贵的嘛 我就心里面想说 真的不用钱吗 怎么会有老师这样愿意的 把他的时间心力都花在 一个没有付费的孩子身上 没有想到老师的爱这么大 我觉得得到的是一个无私 他是没有自私的 他让我发现就是 世界上还是有 就是跟我们不同类组的 还是有那个无私的爱 然后他的无私是可以带给我 就是一个动力就是我也要 不管你是你男人 还是什么 只要你有难 我就可以帮你 就连更生人都在文采燕的 关注范围之内 希望透过技术分享 能让他们重建人生 不要说更生人就把人家贴了 标签永不翻身 有的是无意中犯错嘛 如果你们不给他机会走出来 就变成逼他走多落 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坏 如果你愿意拉开一把 他就走回正途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忙碌 我还想开工作室 很多人跟我说 你已经搞到没睡觉 你还开个工作室干嘛 你要教学 我说工作室我不是为了赚钱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幕后的一些想来学 想来有一个舞台发挥 融入爱与关怀的艺术果雕 文采燕用行动证明 爱不分国界 只要努力踏实 是谁都能雕出美丽人生